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而怅然 坐立不安 没个着落 直到这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叫得他其烦无比 甚至焦躁的想要砸点东西来发泄时 他才找到了一个排解的好法子 那就是不断地去回忆自己曾经做过的菜肴 又在脑海中将各式各样的食材挑剪搭配 斟酌着该有哪几种调料和哪几种烹饪手法 最后在幻想做出来的菜肴应该是怎样的滋味 这件他颇感兴趣的事情带给他无穷无尽的趣味 虽然有点遗憾不能亲手尝试烹饪 但是起码可以让他暂时忘掉一切的事情 包括对路测的思念 也能让他在吃那种食之无味的牢饭时 感觉滋味好一些 这天他照例无所事事地躺在牢里 那硬邦邦的铁床上幻想 想到出神时 忍不住在嘴里轻声嘀咕着 念叨着食材的调料和名称 谁想这一时牢房的铁门悄无声息地被打开 一个身着黑衣蒙着脸的人从外面探头进来 瞅了温柔两眼轻声唤道 喂 那个谁 我是来担救你的 快跟我走 温柔吓了一跳 从床上坐起来 借着走到李昏黄的油灯光线 看见一双哭溜溜灵动至极的眼睛 再一回想方才认人说话的声音 顿时失声道 安宁公主 黑衣人一正 闪闪地扯下脸上的面具 问道 你认得我 温柔从吃惊中意外回过神来 点了点头 这样戒备森严的天牢 想来也只有安宁公主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才有性质潜入 也只有她这种身份的人才能不闹出一点动静 悄无声息地出现 不过她无缘无故地为何要救自己 安宁公主原本还想上演一场英雄救美 期待着温柔 看见她出现后的喜极而泣 跪地哽咽 甚至大磕齐头 自称愿意以身相许而报救命大恩 谁想看见温柔只微压了一瞬后 脸上的神情就恢复了瓶颈 还猜测出了她的身份 顿时十分扫兴 当下只招招手道 随我走吧 走 温柔犹豫了一下 摇了摇头 哎 安宁公主再次感觉出乎意料 睁大了眼 仔细打量着温柔 试图猜出她不走的缘由 最后认定她是害怕 当即朝着门外的地上指了指 安慰她道 你放心 带我进来的狱卒都被我迷倒了 温柔站起身来 探头往门外瞧了瞧 果见一名狱卒呈大字形趴在地上 顿时感觉有点哭笑不得 问道 你怎么看的 这一问头起所好 安宁公主兴奋地解下背在身后的包裹 从里头扯出一件华美精致的宫装 提在手里扬了扬道 我穿这个进来的 又带了一包迷药 贺令这个家伙把我带过来找你 然后趁她不备将她迷倒在地 有趣的紧 你随我出去时 我再演给你瞧 这个公主玩心也太重了吧 迷倒了人后 还要先换了黑衣 营造出一种神出鬼没的气氛 再打开牢门搭救她 温柔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愣在原地 黑线片刻 才再次摇了摇头道 公主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我不想出去 你还是快点回宫去吧 外面 呃 不太安全 咦 安宁公主诧异地指指那黑暗的牢房道 你情愿待在这种地方 也不出去 温柔点头 你犯了欺君大罪 要杀头的 安宁公主吓唬她 这狗季怎么跟吓唬娃娃狼来了一样 温柔苦笑着再次点点头道 我知道 那你为何不走 安宁公主十分泄气 她可是专程赶来救人的 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处处都与她想的不复 不走 只是不想再连累陆测和其他无辜的人了 何况朵朵苍苍的日子实在太累 再说 陆测曾让她安心等待 她仍然是相信她的 温柔淡淡笑道 我是侵犯 能往哪里逃呢 放心啦 我会替你安排好的 安宁公主大大咧咧地保证着 温柔很怀疑地忘了她一眼 就她这种心无诚服的性格 恐怕过不了三天 就该四处夸口炫耀 扯着人听她的劫狱行动了 何况她如此光明正大地来劫狱 皇帝老儿哪能不知道 没准板着脸盘问两句 她就全着了 自己还是乖乖蹲在天牢里比较安全 你究竟走不走 安宁公主也没了耐性 她与温柔可以说是素不相识 只是从九皇子那里 听说了温柔与路策的事情 想着若是能帮温柔逃出去 成全她与路策 没准自己就不会被逼嫁录家了 这才降了身份 跑来搭救的 实际温柔还不领情 居然不走 由不得她不郁闷 温柔仍然摇头 没有一点动摇 安宁公主泄了气 走进牢房 一屁股坐在床上 教训她的 你知不知道 我如今出宫不容易 费了好大的劲儿 才偷溜出来 从殿上出来 九皇子带着船只内侍 亲自去天牢 将路策放了出来 两人尚未闲话两句 路策已拖着她 往关押温柔的天牢冲去 急得那船只内侍 跟在她俩身后 一个劲儿的风跑 轮值的御桃 看见她俩人 急急冲了进来 先是一愣 随即想起 安宁公主还在里头 心里顿时叫苦不迭 勉强挤出笑容 迎上前失礼 免礼 九皇子身手虚拂 路策促着眉头 站定了等那船只的内侍 见她一头大汗的跑进来 船西半上 才站直身子 目不斜式的 将圣语再宣念了一遍 芋头领了纸 只能带着他们 往关押温柔的牢房走去 一路上穿过树道牢门 路策一直紧抿着唇 一昧生风地走在最前面 她耗费了很大的气力 才掩住自己激荡喜悦的心情 没让自己失态 九皇子 陆大人 一路上走着 芋头在心里权衡再三 决定还是自认其嘴 将私放安宁公主 进天牢的事情先说出来 谁想话刚出口 就见路策忽然急速地窜了出去 她吃了一惊 跟着放在眼前一瞧 发现温柔的牢房门口 一动不动地倒趴着 那个领安宁公主入内的族狱 也不知是死是活 吓得立刻跪了下来 口呼 九皇子 陆大人 饶命啊 小人实在不知情 安宁公主此刻正坐在牢房里头 欲重心肠 哭口婆心地劝着温柔逃出天牢 直至路策冲进来 她还没回过神来 但听见那芋头在外面求饶的动静 才哑然转头 看见路策 站在牢房门口与温柔对望着 两人的视线仿佛脱着在一块 炙烈地拆解不开 不禁心里一跳 呆正住了 安宁公主 船指内侍这次跑得快 紧跟在路策身后进了牢房 待她看清 牢内那黑衣人的面目时 忍不住就吃惊地喊了出来 你怎么会在这里 九皇子在看见安宁公主的一瞬间 也皱起了眉头 那个倒霉的芋头 还死死地跟在后头 就绕道 公主 您替小人向九皇子求个情 此刻路策回过神来 看看安宁公主 又看看那跪在地上的芋头 撇了九皇子一眼道 这里的事交给你 我们先出去了 说着 她拉过温柔的手 迫不及待地将她往牢房外带 只想躲开这些人 找个安静的地方与她独处 你等等我 九皇子在后头懊恼地喊了一声 见路策力都不理她就出去了 立刻回头教训安宁公主 看看你的样子 成何体统 还不快回宫去 安宁公主最怕这个皇兄 虽不情愿 也不敢生辩 只呕了一声 就乖乖地往外走 九皇子又对着 那个跪在地上求饶的芋头 和仍处于震惊状态的船指内饰 露出一个阴侧侧的笑容道 安宁公主 来过这里的事情 你们都给我闭紧了嘴 一个字都不许往外说 否则 哼 小人什么也没瞧见 船指内饰擦着额头上的汗 连忙答应 芋头也松了一口气 连忙屁颠颠的磕头 小人醒的 小人不敢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穿越言情小说 红杏谢春光 出了天牢 温柔被外面强烈的阳光一晒 立刻觉得眼睛刺痛起来 情不自禁地就站定了脚步 眯起了眼 重见天日的感觉 其实不太美妙 露侧微微一笑将她的身子搂过 带着她往外走 大半阳光被露侧那高大的身影 给遮蔽了 温柔在这一瞬间 心里涌起一阵甜蜜蜜的感动 自从爷爷过世之后 他一个人生活 就一直缺乏安全感 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 只觉得未来的生活很迷茫 能做的也只是过一天算一天 随遇而安 直到这一刻 他才切实地感受到 有一个喜欢的人在身旁 替自己折风挡雨 是一件多么安心 而又幸福的事情 未来会有怎样的遭遇 已经不再重要了 重要的是有这样一个人 就可以陪自己度过 天牢左近界尾森严 走不到十步路 就可能遇到数名来回巡视的官兵 他们见到露侧和温柔时 眼里总会露出几分 来不及掩饰的震惊和亚异 温柔知道 对于他们来说 这种光天化日之下 搂抱着走路的举止 实在太过惊世害俗 但是他们两人此刻 都沉浸于重逢和自由的喜悦中 甚至不忍多说话 来破坏这种美好的感觉 自然也不会将那些人的目光 放在心上 喜竹背了马车等在外头 露侧和温柔刚跨过门槛出来 他就欣喜迎上去 唤道 爷 夫人 听见夫人这个词 温柔心里一颤 在这一刻 思绪迅速回到了现实 原先忘记去问的疑惑 一一浮现上心头 只是他知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因此又硬生生地将问题都咽了回去 向着喜竹淡淡一笑 在路侧的示意下 就要跨上马车 露侧留步 九皇子提着衣袍挤走出来 露侧站定脚步等他赶上 那个 九皇子似乎有些无措 慌了一阵才稳住神 温和地向着温柔笑笑 问道 安宁没找你麻烦吧 温柔摇摇头 虽然那个公主本身很麻烦 但的确没有找她的麻烦 那就好 那就好 九皇子看上去似乎松了一口气 抬眼瞧见 露侧盯着他 不由自主就解释道 安宁的事与我无关 露侧点点头 眼神仿佛洞悉一切 淡淡笑道 殿下也是好心 九皇子有些被看穿的尴尬 顿时无语起来 安宁公主会出现在天牢 的确与她的言语测动 脱不了关系 她原先压根不认为 露侧和温柔在这件事情上 能够全身而退 因此安排了后招 装作不经意的 在安宁公主的耳边 透露了露侧和温柔出事的消息 自信能够逗出这小妮子的兴趣 只要她忍不住从中间闹上一闹 事情也许就有了转机 可是她没想到露侧 自己就能解决这件事 这才懊悔起自己的多事来 生怕安宁公主方才一时突发奇想 又做出了什么任性的事情 反倒不妙 露侧见她尴尬 拱拱手谢道 这次多亏了殿下援手 侧铭记在心 小事 不必挂指 九皇子松了一口气 回复了往日的沉稳 露侧颇有深意地忘了温柔一眼道 对殿下来说是件小事 对我来说 她没有再说下去 但言外之意 在场的人都听懂了 温柔心里一跳 低下头去 九皇子心里也是一跳 仔细看了看温柔和露侧 目光里 微露亚然之色 这才知道 露侧这次 竟然是认真的 九皇子了然地点了点头 自然明白 露侧揭明这件事情的用意 又见喜竹 一脸想要尽快离开的不耐神色 顿时觉得自己处在这里 十分没有眼色 拱手一笑便转身离去 走了数步 想起一事 又醋眉回身道 那位何大夫处境十分不妙 你闲时还是劝劝他吧 露侧闻言挑了挑眉 沉吟着点头 眼望九皇子离去 这才带着温柔上了马车 马车在城里跑了一路 温柔也听露侧和喜竹 说了一路 急至车停 他仍是一脸如在梦中的恍惚 只因喜竹 仿佛亲贱一般 会声会色地 重述了圣上亲身的经过 最后丢出一句 炸雷般的言语 圣上恩允爷 娶夫人为妻了呢 这句话乍听实在是不通 又是夫人 又是妻的 温柔听完就呆了一瞬 等到反应过来 这话的实际含义时 当真说不出 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 只是一直恍惚地微笑 直到随着路侧走进路府 看在排列在正厅两旁 迎候的下人时 才惊醒过来 这里 温柔被那摆石到好奇 望过来的目光 搅得十分不自在 是我家 路次的回答听来犹如叹息 显然也被眼前的阵仗 搞得实在无语 他顿了顿 在温柔耳旁轻声挡 忍一忍吧 回头我们搬出去住 他话音未落 就有一个十分威严的声音 从正厅传出来道 孽子 回来了 还不赶紧进来 处在外面做什么 丑媳妇要见公公 温柔心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不知怎的 反倒镇定下来 随着路侧往正厅里走去 决定坦然地面对 眼前的一切了 不过接下来 发生的事情 却实在出乎他的意料 他怎么也没想到 那桥上去 为人十分严肃方正的 未来公公 在呵斥了儿子一句之后 还没来得及 劈头盖脸 骂上一顿出气 就反被呵斥了 听见孙二回来的陆成舟 大步从后堂走了出来 先笑盈盈地 向着温柔点点头 然后就板起脸 一点面子都不给儿子 大声呵斥着 没事 你开什么中门 做什么整厅 刺儿刚回来 你就成起当爹的威风了 是不是打算 将他再骂出门去 好替你省些 衣食花销啊 方才还中气十足的陆凤林 此刻低头站在那里 惶恐不安道 儿子不敢 你不敢 陆成舟指点着 厅外聚着的下人道 你不敢把这么多人 聚在一处做什么 看你教训儿子 陆凤林委屈地低声道 这些人来看爹 您教训儿子的 正厅外的下人们 听见这话 许多人都憋笑 编得脸色发青 温柔 也忍得好心骨 低着头 死死咬着唇 才没有他笑出声 不是他不尊重长辈 而是陆凤林 长着一张 沉纹冷漠的脸 突然说出这种话来 效果十分惊人 连看管他 被赤骂的陆家上下 都忍俊不禁了 何况是 出入陆府的他 陆侧在旁 也是笑着摇头 生怕他爹面子过不去 回头反强气 出在他的身上 连忙将听外聚的 那些下人们 都打发去 各做各的事情 又劝指了祖父 这才带着温柔 郑重拜见 陆凤林 时事头一回 看见温柔 原先只当 她是个 狐媚一般的女子 勾去了 儿子的魂魄 因此 虽在皇帝面前 促成了 她与陆侧的婚事 心里 却是十分不喜的 这才有了 方才那 兴师动众之局 打算 给温柔 礼个下马威 此刻 她见温柔 虽没有倾国 倾城的容貌 却有淡雅如风的气质 瞧着 让人感觉舒坦 不禁点了点头 将心里的厌恶 去了四城 极致看清 她那坦然而不识 清澈的眼神 优雅 又不缺恭敬的 礼数时 又将心里的厌恶 去了四城 开始觉得 自个儿生的儿子 毕竟 是有几分眼光的 挑的 虽然是小家碧玉 竟有几分 大家风范 于是 那紧绷着的脸 就松懈了一些 刚想开口 训导几句 谁想 又被陆成舟 给抢了话 老夫最烦这些理数 见过便罢 你俩这些时日 吃了不少苦头 还是赶紧下去 沐浴休息 有什么话 日后再说 是 路测答应一声 不去看他爹 那张郁闷的脸 带了温柔 就要下去 走了没两步 温柔就听见 身后又吵了起来 爹 您就是太宠策儿 他才会做出 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什么 你自个儿管教不好儿子 还得将罪责 推到老夫身上 爹 儿子不是这个意思 老夫管你是什么意思 来人啊 取家法 温柔 无语地与路测对望 也不约而同地 加快了脚步 听众朋友 您刚刚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洪姓谢春光 作者何枣 演播柳庆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